到底玩這遊戲可不可以即場認識到朋友 在叫那個人的名字可不可以找到那個人的名字 不是手掠一些怪女 手掠一些人 Haha1012 Haha1012在什麼動作 大家好 歡迎收看已知大國際 YO 這次是潮流夜來的 其實我不吃生物 你會找我吃壽司狼 而且我沒有玩過網亨 你會找我拍網亨 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 為什麼 走出來拍網亨 我不知道怎樣叫其他人走出來 你很不好意思 之前就有Pokemon GO 大家應該知道什麼事 就是最後變成我一搭800在玩那些 那現在Monhunk就出了Monhunk Now 玩法就相對似你又在街路上不停地走 那拍這條影片應該是前兩天才出遊戲 那現在就純粹是試一試 出生年份 2000年 Y2K 那就已經來到這個角色選擇了 那我就選一個跟我差不多的角色 那這個頭真的差不多差不多是這樣的 2G 解決性下的魔物 聽說這隻就是如果你遇到魔物的時候 它會問你和身邊的獵人一起手獵的 OK 我就是你身邊的獵人 那打完之後就有素材掉出來 那應該就好像跟普通的Monhunk一樣 就是拿素材之後組裝的 什麼叫什麼叫大空柴龍 它現在才教你怎樣去打 有迴避攻擊系統 向左向右向後 好,跟著他打一條大空柴 嘩,鼻子啊 要咬他 嘩,嘩,這麼容易被他... 嘩,這麼容易被他滾過來 嘩,鼻子不可以再鼻子,做得很好 嘩,這樣也有一點以前Monheng的感覺 因為以前Monheng也是這樣打 那我最愛的雙刀不知道有味 嘩,什麼,我打死他還是他打死我 哦,得了 打完就有錢,然後就有一堆他的素材 這個就真的跟平時玩Monheng一模一樣 打到大空柴龍,你要做得很好 我想說大空柴龍平時是那些廢到阿媽都不認得的龍 回復體力 體力會隨時間回復 又或者用回復道具 應急藥 名字都是跟回遊戲的,這個做得很好 現在一邊打一邊打一邊,應該只有廢龍 我們嘗試這個雙刃模式 丟 要打到HR6才可以中人狩獵 我們現在先升一陣 升到HR4的時候,就開發了這個強化裝備 就是你可以升你的裝 看看這個升裝 獵人小刀 升級 一去到你的圈圈圈的採摘點 隨從就要衝過去收拾東西 原來是有很多東西採集 大型蒸石位 它有那個地方的背景給你看 有街景服務 我都升了6了 升HR6就可以做新裝備 給我看一看 我們可以join hunter 是呀,但是我一升新裝備 你不可以先搞一看 還有多些沒有那麼新秀的抗石 就是廢龍石那些要在街上找 附近幾人狩獵 開始 開始狩獵 我想知道它在哪裡 它可不可以跟我一起 我們要打了 應該是絕對夠近的 你這裡大喊 Karito 可能它就會回應你 糟了,我剛才還在那裡說Kaga好想廢 對不起 你說的時候它就在你附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海濱好像有 不是不是 就是我家附近好像有很多 很多怪的 我聽聞 你閉嘴吧 你又想怎樣 哈哈哈哈 我今天見你穿件衣服 正正常常都有些欣慰 你 你上次那 還不能夠激動 Karito姐就看一些網上大家的意見 壽司狼真的越來越名張 你老母說什麼 重版牛27元 嘴巴好像牛肉桿一樣 給了什麼東西我吃 哈哈 我是意外來的 角度問題 我真的笑了 如果演食看到沒有這個問題 我真的笑了 只是有時候 觀點與角度 它跟Pocky Mountain有什麼分別 沒有啊 都是逛逛逛逛逛逛逛 對,它還沒有精靈球 它不是修精靈 它修龍皮的 它不是修精靈 其實你不會再玩的 不是啊 我很喜歡玩那些龍要打你 尤其是敵人要打你 你要閃避那些遊戲我喜歡玩的 那我會玩閃避遊戲 那我會玩閃避遊戲 那你這麼有錢 我沒話好說啦 PS5 或者我會玩閃避球 好啊 然後就試玩了這個Monstantan Now的HR6體驗 試了這個雙人模式 那雙人模式看上去 這條龍好像就沒有說厲害了多少 我不知道,我怕打臉 如果是一向都是MHF的話 我又反而覺得玩這遊戲 是會有少少想繼續玩多一段時間的 如果你本身不是MHF的話 說真的你就未必太大興趣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社交活動 日仔,你看看有沒有身邊有些女獵人 就是女生可以看有沒有一些男獵人 一起狩獵的時候,你打打然後大叫她那個名 我真的不是狩獵怪,而是狩獵人 對呀,狩獵人 對呀,我們剛才都找不到Kaya 除了我們現在挑戰一下 找他 找那個遊戲 看能否找到那個人出來 你試一下,不如試一下 我簡直是拍片的專家 你是拍片之鬼的 好爛鏡 好爛鏡 我懷疑剛剛的卡架 其實可能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 有沒有想過 喔,電腦來的 那現在可以試一下 究竟他是不是用電腦放進漁目混珠 這條片現在才開始 有沒有人在玩? 沒有那個together還是不知道什麼 就是沒得join 那就是只剩下一個方法 就是去路德維 路德維一定有人 這裡差5分鐘就回到家 但是如果去路德維 就是一個小時後我都不用回家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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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有啊有 Rod 叫什麼名字B enroff 有有有有好多人 Exercise我們來找JT 拿怎樣找? YYT! YYT ? 有沒有YYT? 有沒有YYT? 沒有 算了這也要做 然後2夜 YYT YYT 沒有啊 光源百里都沒有人在開電話的 可能是的士司機 什麼? 有沒有YYT啊? 沒有啊 你都找不到 他們是假的 他們不是真的 他們是NPC來的 信我 你說一次 我猜猜包戰鬥 如果命運要我走 我就走 如果命運要我回家吃飯 我就回家吃飯 準備好了嗎? 一盤過 唉 包 剪 砍 來啊 包 剪 砍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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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命運真是很狠狠 我本身是想說 去吧 去路德維 主要是你回家我一程陪你走回來 但現在既然你包剪 砍 我是不會給的士錢的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知道我想說 廢話 30元你都不給我 剛才那餐吃了300多元 那是什麼事呢? 又不是我吃了300多元 我吃了80元而已 就是你的問題 沒有人叫你 沒有那麼大頭 不要擔頂帽子 要拍片嘛 你給不起你 你很窮啊 還要陪你去路德維 拍賣19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累啊 好熱啊 又下雨 又沒有大海 他說 荃灣的所有東西都是天橋組成 就算一會下雨也不怕 好啊 有啊 有一起狩獵壩 一開已經有了 那你找吧 一起狩獵壩 那附近這裡 有一個人有毒妖妖 Sing Jesus Fat Sing 肥Sing 肥Sing OK 你快去找吧 有沒有肥Sing 哈哈 看有沒有人在按電話 嘩 我掛著按電話 被人打死 肥Sing 哈哈 其實如果我是他 我不會回應你 那怎麼辦 其實我們是會失敗的 一起狩獵吧 Loading Loading 玩家在加入 喂 都沒有人加入的 對 現在沒有人加入 但我明明是Join別人那個 但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加入 所以是假的 J I R A C H I Jir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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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有P Dragon 又有Kin P Dragon 有沒有P Dragon 放棄啦 真的嗎 因為你很大聲地叫一次 NGG 不夠大聲 NGG 一起打毒妖妖 有很多不是NGG的人在看過來 不夠膽怯 死了 嘩 你好過分啊 你只顧找人 我跟NGG一起死了 NGG 你們對不起 剛才那條五星 所以一咬就被人噴死了 東星烏鴉 哦 東星烏鴉 烏鴉的 有沒有東星烏鴉 麻煩你 卡寶 卡寶 很大聲 卡寶 你逐個逐個名叫 啊 死了 搞錯啊 哇 你好壞啊 你不斷累死所有人 然後你又找不到 哈哈1012 哈哈1012 是不是在這裡 哈哈 哇 你走得太快了 卡寶 東星烏鴉 哇 卡寶快死了 卡寶快散寶血了 贏了 有沒有人很開心啊 因為贏了 有沒有人贏 哎 搞定 沒有了 可能東星烏鴉在上面 啊 如果東星烏鴉 卡寶那些 看到這條片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可不可以留言 你當時身處在哪裡啊 如果你真的有玩這遊戲 又剛好有看這條片 可不可以告訴我 其實我有沒有 你有沒有知道我找你 還是你一直都看到我們找你 但是你覺得完全 不想 還是太害羞 不是太害羞 因為打那條 只不過是大空柴龍 就是那些雜龍 不要出來認 如果打那些勁龍的話 就撞出來 我就是東星烏鴉 那我們這條片 就真的試了 剛才我們說的 耶 如果你真的試了我們剛才說的 到底玩這遊戲 可不可以即場認識到朋友 不可以 全部是NPC來的 如果你們不是NPC 就是卡寶 東星烏鴉 P Dragon 總之如果你們真的在全灣出沒 然後又有玩過這遊戲的話 你在這條片上留言告訴我 東星烏鴉 其實我真的在一起玩 總之你真的這個人 你就告訴我 起碼我們不用誤會了裡面的NPC 其實我覺得不是的 我們找不到他們 是嗎 但是最好如果真的打算出來認識朋友 就可能去那些大草地 一眼都看完 那些元朗 那些觀鳥塔 那些大埔海賓公園玩會好一點 那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我還想看這些潮流湖 潮流湖 有人在找人 我還以為他是卡寶 那就記得訂這個頻道吧 現在真的完了 你可以回家了 再見啦 曲兒姐 拜拜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狂呀 賣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規課程 其實都沒有專門教一些 剪YouTube的技巧有心得 所以我這次就決定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8年裡面的剪片經驗 全部group 成為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堂裡面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是看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 Ig大學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我這麼多年以來存在的 超方面的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切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下方的 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 報名 多謝 Bye Bye 手皮 你真的那麼容易 吹啊 送出 報細數十年 都不知道他好不好意思 全新開始